在马英九一行的参访过程中 有不少令人动容的时刻 追忆起先烈的牺牲奉献精神 马英九是几度落泪 马英九在参访过程中不断强调 两岸炎黄子孙同根同源 应该共同合作 和平奋斗振兴中华 他率领台湾青年参观黄花港 七十二烈士墓卢沟桥 还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感念先烈的牺牲奉献 他在黄花港七十二烈士墓 朗读烈士邻居民的语期书时 一度哽咽 无冲无爱如之心 祝天下人爱举所爱 所以敢先入儿时不顾如也 我每次读到这一段 他常常泪流满面 真正为这些革命烈士 牺牲奉献的精神感动不已 而在游览威俄外延的 巴达岭长城时 马英九与台湾青年 一起高尚起了抗战歌曲《长城谣》 再度红了眼眶 晚一长生 晚一长 长城万面是故乡 凤凤华卫视综合报道